大家好 來到千斤牛品壽101 我們上一集說了什麼是威士忌 威士忌基本上可以分為歐洲、日本和美洲那邊的威士忌 他們做的方法是什麼呢 今次我們就說說 究竟最多人喝的蘇格蘭和日系 這兩種有什麼分別 因為你要喝的話 你要知道究竟它是哪一類型的威士忌 你才可以跟人家分享 究竟好不好喝 有什麼特性 開始講講了蘇格蘭 因為蘇格蘭是最原本 亦都多人喝的 現在來說 甚至是有一群愛好者 喝完日系覺得很貴 不值得這樣的價錢 開始喝蘇格蘭的威士忌 去看看蘇格蘭的威士忌有什麼特性 蘇格蘭由五世紀開始 當時已經有威士忌的出現 當時基本上就說 他們是給一些勞動階層喝的 不是一些貴族喝的東西 所以他們用的原材料是沒有這麼講究 基本上都是用一些叫做 麥芽去發酵釀製 用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去做蒸露 所以出來的口感就是很適合當地的水源 和氣候 甚至可以喝一瓶蘇格蘭的威士忌 喝到什麼 咸香味 因為看回蘇格蘭 或者是愛爾蘭英格蘭那邊 四面環海 是一個島國 越近海邊的地方 去做那個麥 無論是曬它們也好 甚至是在水源上 都會有一點點海水味 所以很多時候說 在一些近海近岸的地方 去釀製的一些威士忌 會有這種叫做咸香味 至於有另外一些 就是在我們所謂的高山 他們那個水源 就是偏離海很遠的地方 所以他們出來的那種味道 就是一些叫做高原的味道 高原的味道 他們也都有一些特別之處 有一些是屬於叫做泥梅味的 而泥梅味的酒 這個威士忌 你喝下去很奇怪 我又不是很接受 但是有些人就專門找這些來喝 那原因就是說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特性 就是喝下去的時候 你會有一點點更新的 但是那種更新的味道 有些人放大了之後 會覺得很棒 它怎樣走出來的這些味道 其實就是說我們很多時候 將那個叫做墨 你需要曬乾它 控乾它 但是你知道 英國那邊 他們經常都是潮濕天氣的 那麼在潮濕的天氣底下 怎樣去令到那些墨去背乾它呢 那麼他們就是在一些高山的地方 找了一個叫做石藍的植物 其實呢 就已經是存在在那個地方幾十萬年了 那麼它呢 就會是一層一層的樣子生上去 死了那些的食物就會壓在下面 那麼結果呢 他們在幾十萬年的 即是叫做不停的生長下 下面的部分 全部都是一些很高的炭的一些泥梅 那麼他們呢 把它掘出來之後 然後用它作為燃料 去燒背乾那些墨 那麼結果呢 在背乾的同時那些的煙 就分了進去那個的墨裡面 然後再將這部分拿去釀走 結果就會出現了 有這個泥梅味的一個威士忌 那麼去到日本那邊 那麼究竟日本呢 最初那段時間 為什麼會自己去做威士忌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當時來說 有一個叫足殼的人士 引入了一些生產工藝 並且就是在日本找地方去生產 一些威士忌 因為當時來說 那麼在外面回來 始終都是有少少 是不配合到東方人的口味 因為東方人喜歡什麼呢 就是甜少少的味道 那麼所以呢 在當時來說 它是將整套的工藝 引了進來 在日本那裡 然後在日本落地生根 日系的威士忌 而為什麼在過去幾年裡 那麼受到亞洲區 尤其是香港 內地的人追碰呢 其一當然 他們在那個叫做 生產量是更加少 第二的主要原因 就是說他們 簡選那個原材料 也是非常非常之 即是百宗挑一 所以在那個的成本上 都會是貴一些 產量少 成本貴 那麼自然買得貴 在日系的威士忌裡面 是有一些天價的 即是叫做威士忌 大家是喝開日系的 那麼你可能都聽過 即是叫做足殼 又甚至是聽過這個語聲 又甚至是說生棋 這些這些 這些來說是現時 是比較大的牌子 那麼但是呢 一些比較少的 譬如這一支 就是興井宅 那麼它是九十年代 那時候呢 就在興井宅這個地方 在那裡做了一個蒸餾廠 那麼可惜一件事 就是說 經營不善 經營不善的原因 不是說亂這麼賠錢 而是它呢 做每一件事都要做到最好 不要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些麥選到最美 一些叫做黃金大麥 它是直接入口的 那麼所有的東西 全部用得最美 但是問題就是說 80年代之後 那個經濟泡沫是爆了之後 日本的人去消費是減少了 那麼結果怎樣呢 他們做了很大批的酒出來 最後沒有辦法 是用到成本去賣 結果整間廠是九十年代倒閉了 那麼那些酒呢 流落全世界 然後後來就有一批人 就是引入回之後 然後再裝瓶 那麼曾經呢 看回這一個系列 就是所謂軒井澤 是可以有些是一百萬一支的 買到 為什麼這麼貴呢 原因就是說 撿了一粒了 沒有產量了 你要找回它 是不可能找到 唯有你用錢去買回它 那麼所以呢 如果看回這一個 就是叫做 我們所謂日系的 就是叫做威士忌 其實也有一個很漫長的故事 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說的 那麼這個呢 我們下一次呢 留有時間再跟大家說 但是呢 我們這次就說了給大家聽 日系和這個蘇格蘭系列的 威士忌 最大的分別就是 他們那個口味的分別 那麼蘇格蘭那邊來說 就是基本上 你可以說是 西方人喜歡一點的 而日系的就是 亞洲人喜歡一點的 而台灣呢 就基本上 就走近這兩者之間 它就偏向是日系少少的 那麼如果大家下一次 喝威士忌的時候呢 搭震一點 是告訴自己 這隻是什麼的威士忌 你如果說得出的給別人聽的話 別人會對你零眼相看的 那麼好了 今集就來到這裡 那麼我們下一集就再說一下 關於叫做不同的酒 這些威士忌 它釀製的時候用不同的桶 究竟會出來是有什麼效果呢 那為什麼又會有這麼多種 不同的威士忌的出現呢 那麼我們下一集呢 就會是說一下這一部份的 那麼走之前 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就是最緊要一樣東西 未Subscribe的一定Subscribe 記得把連結 Share出去給你的朋友 讓更加多人可以看到 相關的日日知識 那麼好了 今集來到這裡 那麼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阿里亞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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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